国人饮食习惯吸化稻米产量 供过于求的情况越来越明显 为了帮助稻农政府找来超商合作 房校日本推出了米面包 未来也考虑推广到小学生的营养午餐 大口咬下软绵绵的面包 虽然名叫面包 但这可不是全由面粉所做的 超商和农委会合作 推出以米股粉制成的面包 整块面包含有15%的米成分 希望能提升台湾稻米的消费量 借由我们的米系列的面包的推出 让我们国人在早餐 也可以吃到米的成分 消费到我们国产的米 台湾米年产量大约130万吨 但因为饮食习惯改变 民国70年每人一年吃下98公斤的米 但去年降到了45公斤 整整少了一半 因此平均每年都会剩下 3到40万吨的米 民众听到米面包也觉得新鲜 愿意掏钱尝尝看 口感为何 事实上三年前另一间超商龙头 也曾经卖过米面包 但不到一年就下架 业者宣称是更换了促销商品 才没有继续卖 这一次米面包要在超商重新出发 让消费者买不买单 还有在市场给答案 有点TV由昌华李中线 台北报导 正知之公斤的都很多 台北报导 10号 10号 1a 纱